大家好啊 通过前面几期视频的这个播放 发现大家对加薪理财这张银行卡 或者说对加薪理财开户呢 都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特别是他这一张银行卡 有着ATM曲线和刷卡 消费这个免手续费 这个零会损 零损号的这个美誉吸引了非常多的人 首先我最近跟加薪客服联系的也蛮多的 因为刚好通过各种测试的卡 他们有一个潜在的好消息 对于这个还没有开户的朋友来讲 就是不排除啊 就是客服说在跟TT完成合并之后 因为现在他们双方的这个保证金账户在结算 加薪可能会恢复他这个debit card银行卡的申请 当然了这个是暂时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 只是客服单方面的跟我透露 并且这也是他的一个猜测吧 因为其他的风险没有嘛 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还没有申请的朋友 也可以去先提前把账户申请好 至于后面会不会改变什么入金的金额门槛 申请的条件 这个倒是在说嘛 是吧 还是可以去申请的 这个账户还是挺好用 那么今天呢我就出一期视频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当你拿到了这个debit card之后 那么你到底是曲线呢 刷卡消费呢 哪一种方式用卡出金会更划算 那么我自己呢也通过四轮的实测 最近有消费的有退费的 有POSE机刷卡的 也有ATM的 那么去测试 那么每一个呢大概都超过了200元人民币 去挑战一下它的上限 同时我也会聊一聊这样 Apple Pay Google Pay 支付宝 微信云展付等等 总的来讲 我这期视频你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这张卡到底该怎么样用 最精明最实惠了 当然如果你还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下面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这个对银行卡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也请你给我的频道点赞 谢谢 现在说一下像Google Pay Apple Pay 三星Play 这些呢我和客服的沟通情况来看都是没有办法绑定的 同时像WISE也是不能激活和充值的 虽然后台呢它显示说可以去充值啊 或者说两者是绑定 但实际上资金是走不通的 我个人建议就没必要疯狂去测试了 这个弯路都替大家走过了 然后像微信啊支付宝云散付 那么目前来看呃微信如果你是大陆身份的啊是做不到的啊 是绑定不到的云散付呢也是一样 它是只支持银联 那么唯一可以用的就是支付宝了啊 你可以用支付宝绑定上自己的加薪理财 这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只要扫卡片还有输入背面的这个CVV代码就行了 然后在很多这个APP里面啊 像美团阿勒妈拼多多 它只要能通过支付宝去支付的基本上呃去付款都没有问题啊 直接刷 还有像呃线下的POSE机呀ATM机呀我也都测试了啊 带有Visa标识或者银联像什么拉卡拉那些啊 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啊 然后就是曲线方面的话 小银行呢很多是不支持ATM曲线的 建议去大的银行啊 还有就是注意事项 如果你要去境外旅行的时候啊 你记得要去官网上打开你的旅行通知 不然的话ATM吞卡了是非常麻烦的 之前有一位朋友就是在泰国那边旅游 因为没有开这个旅行通知 就被泰国那边的银行吞卡了 才不还啊最后是通过报警的形式啊 才把这个卡拿回来 其实理论上的话 呃卡在被银行吞了是可以拿出来的啊 拿回来的 好那就讲一讲我最近呃在线下一些刷卡的情况吧 我首先带了这张卡呢 去了一些啊 特意故意是去了一些外资的零售上刷卡 还有就是扫码支付 那像我去了山姆 哎呦一家像山姆是不支持支付宝的啊 刷卡呢 反正我也是刷不出来 不知道是机器还是什么 我在想着这是美资的这个零售商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OK的啊 然后一家是可以啊 一家是可以 后面我会讲到小商户不稳定不支持啊 有一些我可以刷出来 有一些又不行 总体来讲的话 都是需要一点运气成分在国内线下刷卡 啊 那么讲一下第一次吧 总共有四次 大家可以慢慢的看下去 看看我踩了哪些坑了 第一次我就去ATM取线啊 那么像名声招行 虽然他们挂着ATM这个有Visa标识 但是呢我通过插卡去取线是取不出来的啊 那么最后我是在中营和工商银行啊 才取出来取了两千块钱 那么汇率呢都是按照Visa的实时汇率去结算的啊 也没有手续费 需要注意的是啊 这张卡每天是可以取一千美金 每次呢不能超过啊五百美元 也就是大概按现在的汇率七点多来算的话 就是你一天可以取七千块 但是每次呢 你就按个三千五啊 取两次就差不多了啊 理论上来说 第二次是我去到了宜家啊 刚好要买个东西 那么是通过刷支付宝绑定的二维码是成功的 那么总共宜家呢 是给我扣费了 就是我消费的这个产品是六百四十四元 但是呢这里显示啊 还有一个服务费要加上 所以到我的卡里实际扣款啊 是按人民币六百六十三点三二元 对应的也就是九十一点一一的这个美金的这个扣款 然后汇率一样也是按照 Visa的这个来计算 但是呢很明显可以看到 就是有这个百分之三的手续费 所以说 之前反正客服或者说宣传来讲 是没有这个手续费 但实际上我们要注意 那么这一点上大家要避避坑 然后第三次呢 我就是刚才有看到一个退款吧 这里就是我有个退款 刚好有一个东西我不要了 那么我不要的话 宜家是退我三百三十七点三八元 但是呢实际上到我卡里 他退了三百四十七点五元 因为他把这个服务费也一起退还给我了 对应的这个美金就是四十七点六九元 也是按照这个Visa的汇率来计算的 那么当你要有退款的时候呢 其实对应也是一样 他把这个手续费百分之三是退给你的了 那么最后呢 不知道一个呢就是特别坑的了 就是我当时反正在买 在还是在宜家买东西 但是呢刷支付宝是刷不出来 那么只能把实体卡插到这个宜家的post机里面去消费 那么最后呢收银员 把这个单子单条打出来之后 就非常的震惊我了 你看它是按照银联的汇率结算的 然后这个汇率呢是6.9 现在都已经7.3了 银联还是按照6.9来计算 所以整体的一个这个损耗是包括他这个market up 有5.5的损耗以及加上手续费的损耗 实际上我被扣的美金是8.69元 然后人民币实际消费呢是59.99 就是60元 那么对应一算出来的话是接近65元64元 所以用post机去刷卡 在宜家里面是特别大的一个雷吧 所以总的来讲 我的建议就是能取线就取线 当然你异地取线记得是开通这个旅游通知 这样子是最实惠的方案 然后呢线下支付 那200元以下你可以是用支付宝去支付 是没有那个3%的手续费的 超过200元还是算了 另外就是像刷卡或者插卡式的post机 就会造成我刚才那种非常大的一个高额的汇率 或者手续费的损失吧 因为他采用的是银联的汇率 并不是加信理财Visa这边的汇率 好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用图的过用卡的过程中 这个有什么信息我们都多交流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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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